近日 印度Delta变种病毒在加州的确诊案例增加 已成为加州第三大最成见中共病毒变种 根据报道 Delta变种最初在印度被发现 而传播性可能是一般中共病毒的两倍 卫生官员表示 没有接种疫苗的民众感染Delta病毒的风险更高 世界卫生组织警告 无论有没有接种疫苗 都要遵守社交距离和戴口罩 因为Delta变种病毒在美国的病例越来越多 对此 卫生指标和评估研究所的古普塔博士表示 世卫组织的信息令人困惑 他推文表示 已经有数据表明完全接种疫苗 对抵抗Delta变种病毒有帮助 这个说法也获得落线公共卫生部官员的支持 截至上周三 加州已有372人确诊感染Delta变种病毒 根据报道 目前落线的123个确诊病患中 有89%没有接种疫苗 2%只有部分接种 新唐人记者 郭月希 洛杉矶报道